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驶目前的缺很大 因此交通部公路总局特别结合了各家客运业者与驾训班 在全台办理扩大征裁与稳定流裁的招募活动 并祭出征裁的补助方案 请启动大特车驾驶扩大征裁 台北厂正式启动 请掌声鼓励鼓励 公路总局指出疫情后客运驾驶缺很大 全国缺额达2400人 因此公路总局寄出补助 并洗手客运业者举办全台扩大征裁 画面现场是台北厂的征裁活动 共有20家的客运业者涉滩招募驾驶 成功录用的驾驶员最高可领12万2100元的补助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询问 甚至还有外国人也来应征 它就是他喜欢开课车 然后其实他喜欢跟人互动 然后这样子的话 一方面他学语文也比较快 一方面可以交朋友 因为他现在是还没有驾照 对没有那个职业驾照 所以我们先安排他去开那个训练 开那个校车 校车那个大客车驾照就可以了 等他起的那个职业驾照 我们就把它转到这个施工车来 其实我是想说考上证照之后 想说之后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在客运业服务或什么的 我已经有大客车执照 对对还没有换职业 我就普通大客车执照 因为他需要考上三个月之后 他才能够另外再考机械尝试 才能换职业大客车的征兆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他有提供速赦 然后奖金也是给蛮多 像一个月 满一个月给多少 满上个月给多少这样子 对就这个蛮吸引 一些年轻人会想要来的原因 但是后面也要看 后面福利是怎么样 如果再多给的话 当然是投入会更多 因为本身也对开车蛮有兴趣的 因为开蛮久的 开小客车 因为转职之后踏客车可能挑战性比较高 我本身也是对开车也蛮有兴趣的 他只要有小车满两年 不管他持有手牌或自牌 他都可以到家训班来考这个驾照 他如果是自牌的 手牌的 都直接都可以升小车升大客车 那如果他是他考到了以后 就要满三个月就可以考个机械常识 60分 他就变成职业大客车 我们大基隆教育班有这项服务 所以说不管你现在会不会开小自牌的 我们也都全省在七周里面 让你顺利拿到驾照 目前经过就是说 全国的各地区的公车业者反映 我们目前的司机员的缺额大概有2400位 那所以我们在全国有六处 办理大客车的驾驶的扩大真材活动 我想以往就是说 公车业者其实各自招募司机员 那透过就是说我们联合的真材活动 其实各家客运业者 然后所有的这一个我们的有志 想要成为公车驾驶的朋友们 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联合的一个真材 其实就是说让大家就是说 在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一个场合 能够快速的得到相关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那另外就是说 政府也知道就是说 公共运输这个非常重要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也跟客运业者 一起携手合作 那提供了包括就是 我们要成为这个公车驾驶的 这个可能需要做相关的受训 那受训的如果说能够 这一个受训完之后 在客运业者这边能够服务超过三个月 所以包括受训的费用全额补助 以及受训期间因为没有收入的话 我们有提供基本的 这个工资的一个生活津贴 那另外就是服务 满六个月跟一年的话 都有这个稳定就业的奖励已经三万元 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跟业者一起合作 然后也让这个我们的一般的民众 了解到这个我们的公车驾驶的 这个行业 那如果说能够投入这个行业的话 他也能够安心 那最主要的我们现在是针对的大客车 我们提供一些那个优惠方案 例如说他有一个训练会 那我们如果不管你也没有驾驶之道 或者你有小车晋升为大车驾驶之道的话 我们最高可以补助到一万四千五百块 那还有一个生活津贴 在你这个受训期间 我们以一天来计算 那我一天就是八百块左右 那我们最高的一个金额 可以补助到四万六千 四万七千六百块 四万七千六百块 那我们最主要还有一个稳定就业方案 所以稳定就业方案说 你们就是学好一个车子 那就在那个公司上面来就业 那这时候半年之类 半年以上我们就会补助三万块 如果半年以上又超过半年以上 就在一年又超过一年 我们再补助三万块 换句话说 半年每隔半年各补助三万块 一年之类可以补助到六万块 那整个补助下来呢 我们大概金额会在十二万两千一百元 就是我们这个整个金额会补助在十二万两千一百元 也希望这个大家利用这种机会 能够这个在对自己的一个就业方面多一种选择 也许我们的整个疫情正常化之后 那我们跟疫情共存 那可能百月复苏 那我们整个客业的一个营运水准 恢复到一万的规模 那我想我们的大概整个大科车的驾驶 切口大概有两千四百多人 我想我们今天就有这样的一个招募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公共总局 那也用揽财留财玉财的整个一个补助 我们希望能够招揽到一个适当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能够充足我们所有客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能力 而对于公路总局提供相关补助措施 并协助扩大真才的做法 汽车客运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 也表达相当感谢 振充的方案我们需要酝酿 我们已经上升了 已经提升了 但现在我们最缺乏是什么 就是司机 缺乏这么多司机的话 我们怎么振充的起来呢 所以今天办的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对我们是来讲说是重中之重 你没有司机你怎么开车呢 我今天有20家我们客业业者 不管公车大台北地区的 我想这样我非常谢谢所长 今天虽然第四长 但是这是最大的一场 那当然我也期待 今天能招募更多的时机 我现在是以前年会理事长 我非常欢迎有志之士 来参加我们大客车的这个行面 公路总局台北监理所统计 这次来应征的人数有350人 成功每合人数约117人 而扩大真才与稳定就业的补助计划 将持续到12月31号为止 想投入职业大客车驾驶的民众 可以向各客运业者 或是台北市区监理所洽询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一年一度的台北当代艺术馆 街区艺术盛会隆重登场了 今年以寻找我们原本的亮光 为策展主题 邀请七主艺术家们 打造出七件绽放希望围观作品 同步展出与建成国中合作的 管校艺术成果 期盼在后疫情时代 让往来街区的民众得到鼓舞 在围观中找到力量 台北当代艺术馆 陈北街区艺术计划 今年由策展人曾令里 以寻找我们原本的光亮为主题 邀请七主艺术家们 共同发掘陈北街区中原有的光亮 以光影为主要创作形式 挑战户外场域的限制 打造出绽放希望围观的作品 期盼在后疫情时期为往来街区的人们 带来鼓舞的力量 在后疫情的时代 我们发现大家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理解自己周围的巷弄 然后甚至花更多时间去探索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土地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了解自身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虽然少了很多出国旅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进入一个自我觉察的阶段 然后来发挥自己内心就有的文化的力量 我们这一次邀请了七组艺术家 来共同来执行这一次的展览 那我们里面每一个艺术家 其实都有在回应这个主题 那我来说明一下 像我们从南边第一个会遇到的作品《洛宇》 他们利用这个巷弄之间凹凸不平的这个地势 会形成的这个水洼 然后来诠释这一个光与水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作品有一点像涟漪一样 会一圈一圈的闪动 然后这也是一个在巷弄里 会特别观察到的一个特殊的空间的机会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作品 像在老爷饭店的《陈秋浩》艺术家 他利用大家在疫情时期 居住在饭店里 但是却不能够彼此交流的这一个状态 他特别利用门卡作为一个感应的机会 你刷了门卡 然后投影机会产生一个新的 你的虚拟的角色 所以你虽然不知道其他人 有没有在饭店里一起生活 但是你会看着这些角色 你会知道其实在这个旅社里面 还有很多人一起共同生活 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当中 我觉得这两个作品都还蛮充分的回应了 就是在疫情时期会看到的一些景象 这一次是这个街区艺术展 第一次办在晚上 是一个夜间的效果 因为我觉得夜晚其实是一个更为安静 步调更为缓慢的一个状态 而且天空也黑了下来 其实人在晚上散步的时候 心里是格外的放松平静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发现一些小小的亮光 发现这些亮光点亮的周围的环境 其实我们希望借由这些作品 让大家看到 原来你的巷弄里 也有许多的美好的部分存在 然后是你在放慢脚步 没有太多的思绪干扰的时候 可以去看到的景象 我们相信其实有的时候 你的观点的转变 或你视角的转变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带来带给人们很多的启发 不一定是要去一个很大的美术馆 或者去看一个很华丽的展览 甚至出国才可以受到刺激 常常很多的启发就是从生活当中所产生的 那这一次的陈北街区艺术计划 我们首次把这个计划 以夜间来作为一个主要的发想 因为在后疫情时代 我跟泽然在讨论的时候 就希望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放慢脚步去关注 在我们生活中过去可能被忽略的微小微光 尤其在夜间 我们并不是要做一个光洁形式 而是提醒大家 或者是提出一些艺术计划作品 让大家在晚上能够慢慢的欣赏 我们这么美好的陈北街区 尤其我们这个街区非常特别 我们离北车很近 我们既繁华 然后又有很多巷弄的文化 所以它其实是很多过去跟现在 有关这个长明跟这个大型的经济体 还有学校跟美术馆的一些公共 所以在这样的条件底下 那这两人就提出很棒的艺术计划 那这一次真的是我们第一次 在晚上夜间开访 我们有响应的那个市长的天眼城市计划 那萧英也在我们长安西路那边 就有任养了这样子三个 再加那个中山北路四个 我们环境有三个 还有中山北路二段有两个 所以整个把环境立美化 那有接到这个光点的艺术品的话 那真好 晚上的时候我们那天四灯里面就说 哇好梦幻哦 好神秘哦 好美丽好光亮 真的很期待 当代艺术馆外更同步展出 与建成国中合作的管校艺术作品 当我们的记忆在树上结成了果 由走入草农艺团 与九年级全体学生 共同创作180幅捐印作品 集结而成的装置艺术 我的作品呢 它的名字叫做曾经 然后我是用一颗苹果 还有它之前的花来呈现的 这些花代表着这些苹果的过去 然后呢 有些比较自卑的人可能会觉得 它的过去就是不堪回首 这些像这些花 有可能会有一些污点 可能会枯萎 可能会掉落 但是呢 我想借由这部作品告诉他们说 不管你觉得你的过去 到底多么的不堪入目 但是呢 它纵观来看 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最珍贵的 然后 它是建构目前的 你最重要的材料 它整体看来是像花一样的美丽 其实这次这样子做的作品 还蛮特别的 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子的体验 其中我觉得印象最深刻 应该是质版 因为以前比较少接触到这样子 以前艺术人文课 顶多就画画图啊 尖尖纸这样子 因此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然后跟艺术家合作也蛮开心的 艺术家人很好 很认真在带领我们制作作品 我的作品是以回忆为主题 然后主体是香蕉 因为以前回去外婆家 常常会看到果树 然后当时比较傻 所以只认得香蕉 对香蕉印象比较深刻这样子 这次的作品呢 是以简单的文字和线条呈现 也没有过多的色彩 希望介绍呈现我服饰无花 简单的童年 我觉得有透过管校合作的机会 让艺术教育落实在学校里面 让我们孩子透过课程 透过艺术家 助校艺术家的合作 在文正常的课程里面 而且是去年的时候 八年级的每一个班 都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如何把艺术家的想象 以及对于透过水果 把他们对水果的记忆 相关的情感 把它展现出来 用捐印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最后再用装置艺术的方式 来做展现 校长看了也都非常的感动 同学他们在回响的时候 有些是有蛮特别的经验 那有一些是跟自己的家人 情感有关的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 这个应该是为他们 是一辈子的一个回忆 那尤其是艺术家 他使用的是卷板 那需要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创作 从绘制这个画稿 然后制板 然后最后再印成这个压克力 印在压克力板上面 那其实这个过程 学生我看到他们对于 自己的一个表现 他们其实很开心 然后也很乐在其中这样子 那尤其我刚刚看到的同学 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那边展示 那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非常高兴的 在一直在拍照这样子 那我相信其他班的同学 他们在放学之后 经过我们这个街区 看到他们自己的作品 一定也会有一样的感动在这里 好 那其实我们在艺术教育上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把这样子的生活体验 可以让学生可以能够一路的带到 他的人生当中 那住校艺术家其实他除了能够去扩展学生 他们创作的一个方向跟能力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把他自己生物的一些体验 能够带给学生 让他们可以再渲染出去 台北当代艺术馆寻找我们原本的光亮 9月24号到11月13号 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周边街区及合作空间进行展出 展览期间更举办多场导览 掌座以及工作坊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每10月开跑楼 民众消费就有机会抽中iPhone14 为期一个月 市府邀请大家到超过8000家 指定的餐饮店吃美食来刺激室内消费 2 1 请按钮 美食到台北 台北每10月正式启动 希望大家在今天开始9月16号到10月16号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些酒驾悦者 在台北吃美食想好它 台北市商业处推出 为期一个月的台北每10月活动 结合9家便利支付美食及外送平台业者 有超过8000家餐饮店家参与 邀请民众来消费 有机会获得总价值10万元 与最新的iPhone14 这次我们美食在台北台北美10月 我们结合9家的包含美食便利支付的 还有外送平台的店家 一起来合作 那么也超过台北市有超过8000家的 这些餐饮店者都来参加 那么有很多优惠的活动 那这些美食便利支付的这个业者 也都个别提出了不同的这些奖项 跟这个补助 那当然我们最后有一个最大奖 就是10万块的奖金 以及最新的iPhone14 那都欢迎大家来有吃又有拿 然后享受台北的美食 有关奖项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把最新的iPhone14 纳入我们的奖项 那我们总奖值 包含邮政礼券等 总共会有总价值 加10万块的一个总奖值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在各个平台里面做消费 消费完之后呢 我们最后会把一个总抽 等于说大家各个平台里面 会回馈到我们这边来之后 我们会由市府这边来 一起做一个总抽 抽出一个大家 共同的一个奖项 台北是一个美食之都 那这几年来 我们一直在强调推动美食在台北 那么每一年都会有特别的活动 那么今年也是希望 包含第一波的 倒点贾芒嘎 跟着第二波的台北美食乐 都是希望大家能发现台北的美食 那么一起来享用 那同时来塑造整个台北 也是一个美食之都的一个意象 这一波的台北美食乐 我们特别会选择 跟这个酒家的这些便利支付来合作 是希望说 因为现今段 尤其在疫情之后 大家都已经习惯 用手机滑一滑 然后就去订餐 然后或者是外送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借重这样的一个气氛氛围 那就直接跟这个知名的这些酒家的这些 不管是外送或这个便利支付的店家合作 来扩大这样美食的宣传 这次参与业者纷纷推出总计130万元的消费者回馈方案 如提供50元消费抵用券 或是折扣优惠 满百折价等方案 提高民众消费动机和医院 我们目前提供优惠是 每个会员我们提供满1200块 然后折200的这个优惠服务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这次用完之后 我们算了一下 应该还会再加少一些啦 那这就是等这一次活动来看一下他们的成效 我们的EVTable 其实是全台湾最大的餐厅定位的优惠平台 然后我们的餐厅现在大概有1000多家 那台北市这边其实就占了非常大的家数 那这一次我们推出的优惠呢 就是在只要我们的所有的民众 在EVTable上面定位台北市里面的餐厅 那我们家就是加码回馈到最高10% 我们是统一集团旗下的本土的外送品牌 那除了生鲜杂货 也要用一些美食外送 像是橡木街口的小吃啊 或是连锁企业的集团等等的美食 我们都会做一些特别的优惠 所以其实你来上浮动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一些独家优惠 或是特别超沙的好康 我们这次推出的是满300就折70块的 专属台北市的优惠 除此之外 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的店家 跟我们一起做了满额折骨石的优惠 也就是说 总共你可以在300折到120块 这样子的超值六七个的下场 所以是特别为了台北美食业 做的特别的活动 Mana其实是一个吃喝玩豆预定的品牌 所以虽然我们参数的餐厅 还有其他很多的产业 但餐厅的确是我们上面的消费者最喜欢的一个预定的服务 那这次我们为了台北美食业 我们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优惠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餐厅预定的时候 可以买一千就折一百 而我们也有一个外送服务 那外送服务更是要买五百就给大家折一百元的优惠 那会员专定呢我们还有1%到3%的消费回馈金 然后再加上美食的价借一百元一张 那台湾配一直是跟金融机构一起合作的一个支付 那我们除了在行中移行的AV和台湾系统支援BV都可以使用 那这次是我们的特色 那我们这次台湾配推出了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呢 那这一次呢我们响应这个美食节的活动呢 大家只要使用这个台湾配每60元以上我们就可以抽奖 那最高的奖项是可以有101美食卡 5万块的这个美食卡大家可以去享用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有加码 那我们其实还有个好康活动2 那响应这个iPhone Pro Max上线 所以呢到年底前呢大家只要在台北美食月的这个店家呢 我们都可以抽奖最高可以抽到这个iPhone Pro 14的这个Pro Max 一卡一付 优优付帮一付 那我们这次也很高兴能够参加市府这个台北美食月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所以我们优优付会跟大家一起 拖聊社会奖害 这次我们也提供了大概有62个不同的奖项的一个抽奖的一个回馈金 那总共回馈的金额有从15000跟2000不等的这样一个命额 那希望大家能够尽快先加入优优付这样的一个会员 那享受美食以及抽奖的一个好康 就是除了支付之外我们还有结合各式各样的大日常会用到的功能 就会也很开心这次可以跟台北市的合作 对那我们这次的方案其实就是在台北市指定的饮料品牌 我们可以享八折优惠然后单笔上限最高是30块 对那我们活动结束后当周就会抽出300名消费者可以请到100块的接口币回馈 就是额外多100块的接口币回馈 除了享有与平台合作的折价 在9月16号到10月16号内在指定添加消费 不限金额就可以参加市府加码出奖活动 等于说是多层优惠 鼓励民众踊跃吃美食拿好康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导 台湾戏曲中心2022戏曲梦工厂汇集掌中戏 歌仔戏金剧奥剧等剧种元素带来了六档实验性十足的创新作品 其中当代纯旗剧场宇宙风将金剧融合木耳剧街舞与流行音乐等元素 台北木耳剧团奥赛罗则是将金剧融合布袋戏 以人偶同台的演出形式带来全新的关系体验 马桶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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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马桶堵住了 马桶堵住了 你是不是我的玩具卡在里面了 什么玩具 你是不是又玩了什么不该玩的东西 当代传奇剧场 宇宙风 以金剧融合木剧街舞与流行音乐等元素 透过5G科技将真人演出与影像结合 呈现精神病患者真实与虚构交织的世界 台北木偶剧团奥赛罗改编自沙士比亚经典悲剧 由金剧老生周慈爱与布袋戏青年主演无声节首度共演 借由人偶同台创作出多元的演出形式 2022戏曲梦工厂推出六档实验作品 以新世代的戏曲与会放胆玩出属于自己的梦想宇宙 这出戏呢 我们邀请了这个明日和和制作所的黄鼎云导演 跟我们一起制作 那么其实在因为疫情期间 然后因为剧场关闭嘛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考量到说 那我们演员除了在舞台上进行实体的表演之外 我们能不能除了还有线上 我们能不能是实体跟线上同时进行的 那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5G市场已经开起来了 那我们当代传言剧场呢 也在想办法迈进5G异地共演的东西 那这个作品呢 其实呢我们是把它锁定在说 我们想要探讨有关于疯狂 以及不疯狂这件事情 那这个定义当然非常的大 那只是说呢 戏曲演员有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行话 就不疯魔不成活嘛 对不对 那究竟什么是疯 还是它只是专注 它只是一种执着 就是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行为的一种坚持也好 或是他背后有没有更大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 谁来判断他风与不风 正常与不正常 我觉得这也是社会现象 有很多的乱象的原因之一 就谁来当这个判断者 那我希望这个戏呢 可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戏曲的这样沉浸式的互动呢 其实我们也还在找寻一个很好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有科技的加入 那我希望这个作品呢 它是希望是成功的 其实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科技它有很多的因素 比如说如果它突然荡掉 或者是影像消失 或者是它颠倒了 种种之类的 而且镜头它的表演跟舞台的近况 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镜头的表演 我们如何去表演 但是我们演员又在舞台上 所以我们变成是两者要兼顾着 那其实科技呢 我觉得是双面认啦 对玩得好跟玩得不好 其实反差很大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次要跟顶运导演 合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子 因为我们希望透过这个 梦工厂的舞台 我们可以找到 跟跨界合作的一个机会 这样 我们这一次呢 最主要是要结合金剧 和台湾的Bodehi 一起在台上演出 那这个故事呢 是我们自己把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 再重新改编 那经过历史上真正的 明代的一个故事 它转化成一个明代的 昆仑将军奥赛罗的故事 那最主要是我们希望 要呈现这个奥赛罗 关于人性的部分 它的内在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完全会用偶来 做它的心理层面 所以慈爱老师会演奥赛罗 是当下的奥赛罗 那在他脑海里面 所出现他种种杀妻的过程 还有他的懊悔 还有他甜蜜的往事 种种还有小人 Iago对他的谗言 他全部都会是用 我们台湾的布袋戏友来表现 所以不管在音乐上 还有在表演上 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交融 跟互相交流 那还有最主要 我们这次也还请到了 一位装置艺术家 丁产文先生会 会为我们做一个全新 当代的视觉效果 去展 就是去展 展现出 那个奥赛罗 他所在的那个无名之地 我自幼学习中原文化 汉湖相容 乃大事所趋 何况 我长得像你 不是吗 素杆面貌相似 可出世作风 本就不同 自是 以起冲头 我是会收敛性情的 六档全新制作 汇集掌中戏 歌仔戏 金坤 乐剧等剧种 以戏曲元素 作为创作基础 鼓励创作者 进行大胆挑战 寻找戏曲多元的可能性 戏曲梦工厂 其实 想到那个名字 其实就是很简单 我们这个地方 欢迎大家用戏曲的元素 大胆做梦 勇敢逐梦 所以我们会鼓励 所有的创作 能够运用戏曲的元素 以戏曲为核心 去建构未来的想象 经过过去的四年 我们这个戏曲梦工厂 其实已经有22档的 全新的一些编剧 那么曲目 这些等等 那这些呢 其实都获得很好的成绩 有些进入我们传艺金曲奖 那有一些呢 还得到谈心奖 我一直觉得传统的戏曲 其实在它的时代里面 都是当时的主流 那么呢 在这个现代的来讲 也许它已经经过 洪流的催泪 它是变成了传统 但是当它进到现代的时候 我反而也很鼓励 让它有新的生命 所以我们的戏曲梦工厂呢 会鼓励呢 所有的创作 那以戏曲为中心的创作 那今年呢 有六团呢 这个进入了呢 我们戏曲梦工厂的伙伴 那一起来呢 为戏曲逐梦 开创各种可能 那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的翻财主持人所讲的 有各种的剧种的元素 容纳在一起呢 其实呢 演出的方式 剧作的创作方式呢 我大概 因为今年没有策展人 所以我大概归纳了一些方式 有一些是属于跨剧种的 尝试合作 例如呢 2020刚成立这个 不久的可乐体创制 他的琵琶语啊 就是跟国荒的陈美兰老师 一起合作 那么来重新诠释 招军出塞 那可乐体呢 其实他本来就做很多新的创作 尝试新的可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李清照私人剧团呢 他所做的宝玉 就是由陈宇安老师呢 加上呢 南館的董徐芳老师 一起来合作 那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 重新再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 那另外刚才呢 我跟珊珊 这个艺术总监这边呢 聊了蛮多 是台北末尔剧团的奥赛罗 他就是由他们当代的青年主演 吴申杰之外呢 他加上金剧的 那个你的老生 周艾茨老师 那很特别 偶跟人怎么融合 另外呢 特别强调 是如何把当代的视觉艺术 装置艺术 能够在偶戏中 发挥出他 视觉的张力 融入剧情 这个我觉得 我本身也很好奇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正在动应的马 这个马说老实话 在我们戏曲里面完全用想象 哪一个这样就开始想象马长什么样 马的脾气马的什么 那但是这次的正在动应的马呢 他则是由李基文老师 这个来编剧 然后呢 以大唐的五马 来作为想象 那把金枝岩社的台柱呢 这个施东林老师 以及呢 这个德国 以及这个传艺金曲奖呢 最佳导演入园的这个刘冠良老师 一个演龙马 一个演戏马人 那如何呢 透过新的创作 来诠释马这件事情 除了这种跨剧种之外 还有就是呢 把当代的议题 纳入戏曲演绎的讨论 比如说呢 演莫芳的这个《技行变》 他就是由我们国光三个很棒的年轻演员 就林嘉玲 林婷宇跟黄军成呢 这三位年轻的老师 一起呢 跟这个演莫芳这边合作 那么呢 从戏曲加现代的剧场 从传统如何融入呢 这个现代 2022戏曲梦工厂 将于11月19号到12月25号 连续六个周末 在台湾戏曲中心多功能厅登场 六档大胆创新的作品 要让观众朋友 看见不一样的戏曲新世界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Home Plus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 那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111年国民体育日 全国万人剑走大会师活动 周六一大早在外木山海岸举行 虽然天气骤变 不过参与的民众不害怕间歇性的大风雨 更有来自全国将近三万人参加这一场剑走活动 鸣枪出发 主办单位估计浩浩荡荡将近三万人 在间歇性大风雨中不畏风雨 参加这场由基隆市体育会主办 在基隆市外木山海岸举行的111年 国民体育日全国万人剑走大会师活动 真的令人感动 剑走大会师 那这个活动本来是在前两个礼拜 但是因为台风所以我们延起到这一个礼拜 但是今天的风雨 可是大家还是非常踊跃 那我们非常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我们要特别感谢台湾体育总会汪辉理事长 还有我们基隆市体育会 郑锦州理事长的大力的支持 还有我们的交易处各局处共同协力 以及我们各协助赞助的厂商们 那大家共同合作 我想今天虽然是下着雨 但是大家的热情跟踊跃不减 那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运动过后 因为下雨注意身体的保暖 那祝大家健康快乐 虽然延期今天下雨 可是我们外线是168台的游览车都有来 我们昨天晚上我单单餐厅就跑了四五个地方各限制都来 而且我们这地方也非常谢谢共同承办的单位 包括我们的邪恶电厂 而且还有我们的尤其基隆市政府 还有山羊汽车 我们把今天的活动办得非常好 而且今年的纪念品特别好 有12人12的秀龙族希望大家来运动重大奖 而且我们走的路线今天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 我们往年走到沙滩 我们今天在幸福一转回转 只有山羊汽车的路线 所以在一个小时之内一定走得完 希望大家下一天注意安全 大家运动健康重大奖 谢谢 感谢上天作美 但是如果大家来参与 热情都不减 尤其我们理事长 郑理事长的号召之下 他对于体育非常专业 像如果企业经营的话 要专业敬业又落业 所以在他身上 都我们都看到了 所以跟我们理事长讲 没关系 他把体育运动把它办好 他尽量去办 我尽量来赚钱 帮忙把这个体育活动 把全国都带动起来 感谢你们媒体 对我们的住处和采访 谢谢 包括立委蔡世英和多位市议员 也都前来为参加的民众加油打气 那这个案子也是中央跟地方合作的 我首先非常感谢我们政典周政理事长 也向中央争取这个活动 那我在跟教育部部长谈的时候 部长也很支持 所以今年把全国建走的活动 在我们基隆来举办 那也看到除了我们基隆社的视频之外 有很多外线市的好朋友 也都来到这个地方 那其实他们昨天就已经来到基隆了 那对我想对于基隆的整个 昨天晚上在基隆应该是非常热闹的一个晚上 那今天来参与全国建走的游行 那虽然有点风雨 但是我想对于大家的热情并没有减少 那我也期待今天的活动都能够圆满成功 那未来西英 我们会继续来跟体育会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 那虽然下雨 但是大家的热情并没有被这个雨给交袭 那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要注意安全 因为雨是地滑 所以大家在建走的时候 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脚步 我们万能建走 有这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来参与 真的是很感动 尤其是外线市的朋友也来到我们基隆 来参加我们万能建走 希望我们的体育风气会越来越好 我想今天万能建行 大家热情不减 虽然风雨很大 待会我们就跟着大家一起来建行 来运动 我们走出健康走出快乐 全城爱好建行的朋友来到这边 我要风雨生细心 那是不是走出我们心情的快乐跟健康 加油 基隆风大雨大 我们都不怕 一起来建走 来享受我们健康的一个精神 建走活动 来了这么多人 欢迎各县市来着这么多人 我们基隆市也是全力以赴 大家加油 加油 今天风雨无阻 看来真的非常感动 所有爱好健康朋友 老朋友们今天都来到这边 虽然遇到忽大忽小的风雨 来参加的民众依旧很开心 不怕风雨健康向前行 也享受基隆外幕山海岸的山海美景 我的雨特别大 对还蛮开心 安全是不会啦 就是希望活动还是圆满成功 老师有问说要不要参加 然后想说来健身 就是走路一下 我们从台东过来 那今天带了一部游览车 最主要就是来参加全国爱人健康走 那这个万人健康 基本上我们每年都来 台东每年都会派传来 那也非常支持这样的活动 也感谢基隆市政府 这么热力鼎力来支持这项活动 是全民健康 万人自福 谢谢 主办单位也贴心的准备 各种大小摸彩奖品 包括机车 脚踏车等等 得奖的民众更是开心 张金正在不在 对 我在自己的 张金正在 张议员 那个夫人有没有在啊 那你觉得这个活动 张金正在 张金正夫人在吗 那你今天抽到摩托车 对啊 张玉成 好像在做梦喔 张玉成在不在 我讲到都会动 我们中山高中的校长 也是我们以前的教育体系长 来 我今天就有在讲说 我今天看会不会做摩托车 英国有800个 就和800个 就不反正各先进度来 这次是第一次来 但是我们的领堆是来了10年了 你第一次来就中奖了 对啊 非常幸运 所以相当活动 对你来讲 你会觉得他很难 今天这个活动开始了 非常好 对这个 对大家的健康方面都非常好 那你觉得我们 大家风雨无阻 值不值得推荐给大家 值得值得 以前我在基隆也是住了很久 希望大家 主办单位基隆市体育会 感谢来自各县市喜爱 健走活动的团体和民众 来基隆参加这次的 万人健走大会师活动 也欢迎大家利用这次机会 品尝基隆道地的各项美食小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111年度运动爱台湾 原住民族运动会 周末在百福国中举行 市长林佑昌亲自出席 并且向原住民好朋友 报告好消息 一起来关心 基隆市长林佑昌展现 亲和力和原住民大小朋友们 合影拍照 显画家常 也为参加比赛的原住民选手们 加油打气 这是在七读百福国中举行的 基隆市111年度运动爱台湾 原住民族运动会 市长林佑昌和市议员陈明健 都亲自出席参加 也向原住民朋友 报告好消息 第一件事是市政府 不断增加原住民运动会的经费 第二件事是市政府 通过全国原住民运动会 如果得奖的选手 也可以比照 其他全国性运动会 拿到一样的奖牌奖金 我们建议市的原住民的运动会 从市长刚上任的时候 预算只有四十万 那曾经建议员一直争取 一直争取 市政府的机费也逐年提高 到今年呢 市长跟大家报告跟宣布 我们的原住民运动会的经费 是增加一倍 现在从四十万已经变成是八十万了 欢迎送 谢谢市长 我们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奖牌的奖金 以前是不能适用 其他的全国性的运动的这些赛事 所以奖金很少 但今年市政府已经在事务会议里面通过了 我们就是参加全国原住民运动会的竞赛 得奖的奖牌的奖金 比照其他全国性的运动会的奖牌的奖金 所以各位明年在台北举办的全国 我们原住民运动会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极力的去努力争取 拿到奖牌 然后可以比照全国的竞赛 拿奖金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拿奖金大家说好不好 好 大家会比较有动机一点 好 大家要感谢 大家欢迎来 祝大家欢迎来 祝大家欢迎来的运动会议里面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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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我们在这个团队的竞赛 已经是联系 把2月12号我们的希望点点进行主义 由于天气并不好 市长林佑昌也提醒选手们 在运动比赛时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抛开手机等3C电子产品 周六 周日两天 暖暖宁进街大风街 办理一起上街玩活动 市长林佑昌和立委菜市应及民意代表 一起设纸飞机欢乐启动 一起上街玩吧 纸飞机一起发动 谢谢 谢谢 在市长林佑昌和立委蔡适应 以及市议员们等人带领孩子们 设纸飞机欢乐声中 一起上街玩活动快乐启动 这是由吉隆市政府教育处主办 结合过港社区发展协会 过港礼办公室 暖江国小以及社团法人 台湾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协办的活动 利用周六日两天 把暖暖区邻近街部分封街 当成孩子们的游戏场 抛开手机等3C电子产品 让孩子们尽情享受传统和创意游戏 什么颜色 市长林佑昌表示 这项活动是过港地区改造计划的一部分 过港社区是省政府时代建立的示范社区 对面的自来水公司宿舍群将由市政府财政处接管 未来做进一步的规划和使用 也包括未来您进阶整体环境的再规划 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办这个活动 就是我们已经把对面的自来水的宿舍 全部通通管辩 由吉隆市的财政处已经接管 所以未来对面的宿舍群 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一个规划 跟社区的使用 还有一个是我们在过港街这边 要做一条叫做示范道路 那我们在里面的宁静街 我们未来会做成是一个友善的徒步的环境 把现在我们的暖江国小 要接送非常不方便 旁边就是大马路 还有我们的过港幼儿园接送也不方便 但是透过一个很好的动线的设计 以后校门口就会有人行道 会有接呆区 会有小朋友爸爸妈妈要接送的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办这个特工盟 合作然后这些游戏 其实是希望让大家重新去思考跟认识 如果未来宁静街是可以封起来之后 变成是社区生活环境的一部分 它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跟想象 立伟蔡适应则指出 人本城市非常重要 透过这项活动改变街道 未来宁静街将成为大小朋友 都可以快乐走路或游戏的地方 人本的城市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其实刚开始城市就是人跟人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透过我们的街道的改变 刚才市长讲的 未来宁静街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 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觉得是一个快乐的走路的地方 甚至它充满了许多游戏快乐的地方 那透过过港幼稚园 透过我们的这个过港国小 我相信也许可能可以做得到 不过孩子们可不管这么多 虽然天空还是下着忽大忽小的雨 能够在平常车水马龙的街道上 安全玩起泡泡跟街道彩绘 以及丢着海绵做的安全水炮弹 才是最快乐的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国民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谢国良 在七堵光明路设立竞选总部 总部内规划了儿童爱乐园主题 表示延续新前小爱公益乐园的出征 提供亲子游乐的空间 希望金融未来能做到让孩子开心成长 想要突破金融交通就业税收三大难题 谢国良把解决方案锁定在七堵区 竞选总部直接设在七堵区光明路上 启用儿童爱乐园竞选总部场面温馨热闹 有别于以往候选人的竞选总部内部设计 内部有一区儿童爱乐园 有缤纷气球跳跳球池提供亲子在下雨天 能在基隆游乐的空间 展现一区以特色亲子童玩的政见主张 我们从小爱公益乐园开始 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 基隆市的各个行政区各个社区 都有这些亲子的室内的游玩空间 我们也希望打造各个社区的室内社区的运动空间 就有一点像社区健身房的概念 这样子让长者跟一般的大人可以运动健康 孩子们可以快乐亲子游玩 未来将在北五堵全力打拼基隆科学园区 七堵将成立第二行政中心 为了展现决心 特别选在七堵设立竞选总部 为了表示创新跟不一样的思维 也凸显未来就业的重症会在七堵区 我决定把我的进学总部放在七堵 总部的内部采用鲜明的视觉设计 立挺18岁公民权复决案 展示了多项年轻朋友关心的议题证件 要替青年朋友减轻负担 好玩 有这样的场地对小朋友的家长来说是真的很好 透过在进总规划的儿童乐园 让家长与士林儿童一起同乐 从9月26号开始对外开放 谢国良希望孩子们都能开心成长 一起让基隆变得更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已经行驶13年的9026国道路线 因为长期亏损和疫情冲击 将行驶到10月底 11月1号起 拟游新业者符合客运接手 但传出将要减班 而且不停南港车站 要改到南港展览馆 引起安乐区区民的反弹 副议长林沛想要希望市府跟市民来说清楚 今晚已经过了上班尖峰时间 但9026国道客运长根医院站牌前 民众依旧大牌长龙 不过现在却传出10月底 换新的客运业者接手 将面临减班 听到消息 乘客很懊恼 直呼不方便 现在不知道要减班 到之前到现在都没有听说 那如果减班的话 会减南港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差很多 就是到时候10月份就要停了 你们会很担心吗 就是比较不方便而已 怎么做不方便 就是做高铁啊 做什么的啊 去南港都打那条 去南港都转节约 都要打那条 国道9026已经有13年 从基隆安乐区行驶国道1号 国道3号 往返系纸和台北市南港 因为长期亏损 加上疫情冲击 业者在今年5月贴出了公告 预计今年的11月1号暂停行驶 但有意接手的福尔客运 却传出了减班 即调整不停靠南港站 让搭车族觉得不方便 减班的话 我可以看上面车子 什么时间来跟它配合调整 那如果是减站的话 我变成说那一站我要怎么解决 我不可能走去嘛 那走去也要花很久时间了 变成说这30个人 每一班30个人 全部都要集中到南港山拉关等车 第一 如果有去过那边搭车的朋友就知道 那边平常只有在15个人的时候 就已经超级塞车了 有时候甚至两台 甚至最多到三台车子一直一起在那边 那未来两台跟三台车子并排像是常态 那那边会跟本来的1088本来的跳蛙 还有本来的蓝22蓝15线全部都挤在一起 那会让那边的后车状况更严重 第二 我们安乐区有很多人要去搭高铁 要去搭高铁最快的方式 就直接坐9026到南港车站 可是现在不到南港车站的话 他如果要继续到南港的高铁站的话 他必须坐到南港展览馆 再转乘一般的捷运 再去南港车站 那其实是非常浪费时间 非常不方便的事情 时事减班取消停靠南港车站 让长期以来这条路线 从安乐区到南港转乘高铁 捷运的民众快要炸锅 政府交通处表示 已经向公路总局提出不同意的看法 目前还没有定案 还在讨论当中 他有同意核准他们筹备 那筹备的部分 至于说他的班次的那个部分 他们有提出来 但是市府也觉得 这个部分跟原来的班次差异太大 所以要请他们客运公司要去检讨 至少在监峰之类的 要能满足我们地区的一个需求 不能影响太大 最近的部分 他只是做路线的这个线砍 对那正式的那个部分 应该是还没有定 单单管站的话 那就比较不方便 那这个的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要再跟 这个监力所跟台北市政府 再认为反应 其实9026的营运业者 在亨照以前 就已经表达不愿意继续经营这条路线 所以当时公路总局 有重新临选的一个新的业者出来 那临选出新的业者出来 其实就我以及我办公室 就已经向公路总局表达不妥的意思 因为当时他这个领解出来的结果 班次就是维持现状 这是疫情后的班次比较少 第二个是他缩减路线 到达了南港展览馆 所以我当时就 另外他有另外表达要用电动车 所以当时我有向公路总局表达说 这样的一个规划不是很妥大 我们认为应该我表达反对的态度 那这过程当中符合客运有透过某一些 人去希望能够竞速的能够来完成 那目前的规划来讲是公路总局 同意符合客运跟缓加客运 在11月1号的时候开始来做营运 那我想在这种过程当中 还是有几件事情 应该要赶快把他离开完毕 包括他的班次的部分 以及最后他南港展览馆 能不能延伸到南港转移在南港社大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一直持续在 跟公路总局在沟通了解当中 据了解新的客运业者接手 将从每天22辆车减班 剩下15辆车行驶 预计民众等待搭乘时间 从每班10到15分钟 延长到40分钟 另外取消停靠南港车站 对通勤族搭高铁的民众来说 冲击最大 记者黄少铭记录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 欢迎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